安马这个分来的更高一些 因为完成分 基本上没有大失误就能上九分 而且他的起平分值也要比安马高 所以经过最后一轮之后呢 中国队会明显的把 跟韩国队的分差要拉开很大 接着来看安马的比赛 148号 金进葵 扣分点相信大家都看见